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上海不是说已经是解封了吗 名义上是解封了 实际上的事还是不断 今天看了一个非常雷人的段子 大家可以先看这个段子 领导他说什么 就是这几句话特别的雷人 可能刚开始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领导说你是我的臣民 小区外也是我的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底下就是老百姓喊 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这个我就感觉很搞笑 这么一个场景 两个人都是戏精 这个代入感都挺强的 这么一个背景是什么背景 背景还是上海解封之后 就是说一个小区临时加码 变成封供区域 然后老百姓就怒了 老百姓跟官员对峙来了一个 你是我的臣民 然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我为什么说他们俩都是戏精 首先你要说当官的 如果说当官的真正能够做到 把自己是一个父母的角色 父母官去施政的话 我觉得这还真没问题 好像谁说的 郭德纲说的 没有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所以说父母官往往那都是好官 爱民如子秋毫无范 是吧 刘备以前当官的时候 是吧 刚开始宪令 是吧 也是父母官 你说你是我的臣民 也没错 可能从感情上来说 我要爱民如子 如何如何 可能当官的是吧 你把自己身份 你放在一个位置上 我觉得逻辑上说得通 关键是你得办事 你得办人事 你办人事你才有资格来喊出这么一句 你是我的臣民 你才有资格说你爱民如子 父母官 就是说当官的 他首先是入戏太神 我是当官的 我得要高你一头 那么在说没有露脸 一个女性她高喊着 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这也是代入感太强 你看在中国的那些人民政府门口 总是有一个大牌匾 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 然后就是说是人民公仆 官员都是人民公仆 然后很多老百姓 就是非常带入的 就是理解为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共产党 但是真正需要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连孙父都不如 这个女的光喊着 就是说感觉上嘴炮很过瘾 感觉上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 就好比是有种那种 阿Q 明明自己是一个底层韭菜 然后还感觉我们是赵家人 当初我们家也扩过 赵园外过生日我也得去 然后被赵园外几个耳瓜子 就是说你也配姓赵 你也感姓赵 你老百姓你喊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吧我就感觉你也配姓赵 话说难听 但是入戏太深 两个演员都是入戏太深 这是发生在上海的这么一个临时加码 你说他是解封了 实际上他还是不可能说全部彻底的 有很多地方就是说刚刚解封马上又出现情况 又继续的疯 就会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搞笑的一幕 那么现在就是说关于上海的一个具体 什么情况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上海现在并不乐观 外部环境四面楚歌 内部政府信用坍塌 解封之日及外资离境之日 内资外逃之日 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 将这个清算 清算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最后一次希望 内循环韭菜已经被割了朔茶 这个韭菜就是说从开始封城的时候 那就是你加入各种各样的团购 你买一瓶可乐10块钱 以前3块钱3块5 现在你得花2030一包烟几十块钱 就是韭菜割了很多茶 法治沦为人治 这时候规则还有用吗 是吧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没有法律的 都是人治大白想治你 随便给你扣一个个道上的一个理由 什么影响风控 就把你给抓下来了 经济被政治绑架 数百万新冠毕业生不得不融入失业人潮 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和谈内循环 这是现在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圈面临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那些做生意的企业家经济规律 用作于所有企业家与创业者群体 甚至所有民众 而我们将 因因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忍痛向社会公布我们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集体商业后做出的如下举措 说什么就是说裁减没有效率的部门精简业务 变卖不良的资产准备进入冰川期 未来数年不准备或者无能力吸收新冠毕业生 而且还鼓励现有员工主动降薪供课时间 拓展海外市场为他日国内经济 哎呀去存生机 看到这里我也是忍不住了 你还拓展海外市场 海外市场就这么好拓展的吗 海外的日子也不好过 国内是一潭死水 国外也是水深火热 我这边我天天去遛狗 今天早上去遛狗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说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电费涨了43% 然后我前天去买油 一瓶区发子油涨了6倍 之前5毛钱 现在是3块钱一瓶 你说谁日子好过 这水电费跟往年都在涨 这就是2020年11月4号之后 就会注定了是这样一个结果 酒他们还得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两天还流行一个比较什么流行的段子 就是说什么冰与火之歌 那个段子 我找一找 这里我找到了一段 关于近期封城版本 我没找到 咱们就来看看内卷 内卷已至 我从今开始对抗 不死不休 我将不取妻 不买房 不生子 我将不吃牛排 不买house 我将躺平 任潮不提奋斗 我不做带哥的韭菜 被洗脑的月光 双十一的剁手足快破产的尾款人 拼团奢侈精致穷 秃头公贼奋斗表 我将从今天开始躺平做咸鱼 今日如此日日如此 也就是因为这么一次上海的大封城 也是让很多人彻底的成为了躺平族 有的人说我们是最后的一代 有的现在也不想生孩子了 刚领结文证 这个介绍办 就也会天天催你们怀孕了没有 你们打胖了没有 天天搞这些东西 现在谁还愿意当韭菜 就是说作为一个80后 养家糊口的80后 都特别能够感觉到什么叫如履薄冰 负重前行 在这里就是说躺平 我现在我也有半点躺平的意思 就是说算命都说我这两年走没运 这两年要杜劫 也是这两年事不做 调整心态是最重要的 把健康给保护好 才是最重要的 这么一个大流感闹的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